法轮 哇,你就弹掉 呵呵呵 你就拿去那个当铺去当掉 呵呵呵 这个师尊钻石耶,好大了一粒耶 好大粒了,很多耶 啊,这个法轮上面相钻了很多的钻石 把师尊的这个法轮当掉我就完了 呵呵呵 呵呵呵 这个师尊转法轮也不知道要转到什么时候 转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说不定也很快 有一天我懒得转啊 哎呀,实在是压力太大 其实也不应该有压力了 这个自然而然啊,这个何来压力啊 讲压力也是跟大家讲讲的 讲讲说说啊,对不对 别人有压力,师尊没有压力的 说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走 还有什么压力呢 解脱的人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压力 但转法轮总需要有人跟着继续啊,转的 也就是一种交棒的意思 也就是一种交棒的意思 这个法轮给你 是放在这个前啊,放在地址的前面呢 或放在这个地址的桌上 桌上,表示说继续啊,跟着师父一样的去传法去度众生 这个想一想啊,自己的师父 很多密教的师父都不在了 以前我归一师,普方上师也是的 那普方上师也是法轮转转转 那他就不转啊 那听说他现在的这个地址啊,这个总池门啊 他总池派,这个派叫总池派 那么总池派,这个现在的法轮就比较微弱了 因为传法的人好像是说,接替普方上师的 这个就是力量弱一点 所以总池派,他本身来讲 他这个传法,就声音就弱下来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当得到这么多法以后啊 这个根本上师啊,要把法轮交在弟子的手上 就是要继续由他来转法轮 那么啊,这个根本上师说 不是说不转法轮啊,他也转 但是有一天,他不能再转法轮的 啊,就像这个师尊一样 有一天呢,他也不能再转法轮 啊,不能做着说法 啊,也不能这个到处跑 啊,也不能宣扬活华,不能主持法务 不能主持法事 他总一天,总有一天他要停下来的 啊,那么再来呢 以这个儿子所生的雷啊 这个是受于右手 做于为金刚义 就是要说法度众生啊 就是要吹大法雷 给你这个雷啊,就是要吹大法雷 这个要找一个能够吹大法雷的人啊 也难哦 也是相当难耶,真的 所以要找一个跟师尊一样的 是很难啊 你说从现在开始起你要写一百一十四本书 他要写一百一,师尊现在写一百一十四本书啊 你要跟着我一样要写一百一十四本书 这是吹大法雷啊 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在度化众生啊 我每天都在画画 画画里面啊,那都有残鸡的 啊,残鸡不是这个肚子饿嘴巴很残 啊,鸡不是饥饿的鸡 啊,残鸡 是真的画画里面也有他的这个佛学 也有道在里面啊 也有禅在里面啊 是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画画也是在度众生 你这个写文章也是在度众生啊 现在在露营也是在转法轮 在吹大法雷,在度众生 回信、看信 也都是在度众生的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要吹大法雷的这些工作 当弟子的啊,一定要有很殊胜的这个法言 有殊胜的这个法器 而且要有殊胜的这个物境 他境界要非常好 有殊胜的这个定力跟他的信心 才能够承接这一种这个转法轮跟吹大法雷的这一种任务 这个吹大法雷,也不是大嘴巴哦 那我们只要回到台湾啊 这个台中啊 第一广场那个地下室里面的这个第一广场 饮食摊 里面就看到一个什么大嘴巴 他写的这个大嘴巴饮食摊啊 那又摊饭啊,饮食摊 我在想大嘴巴是乱讲话 我们红法吹大法雷是要讲正法正义 正义跟正法 这个里面写的金刚语 就是真实语 不变了 不变了 不坏的 不乱的 叫做金刚语 这个语讲出来就是真理的 不是随便乱讲 像大嘴巴一样 这边这个讲一讲 那边讲一讲 讲的天下大乱 这是大嘴巴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大嘴巴是金刚语 金刚语就是真实语 要讲真实话 讲出真理 这个意义很深 这种意义非常的深 要有这样子的人才出来 能够转法轮 能够吹大法雷